这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表示 如果当选的话一定要恢复学校的周欧学生 礼益廉耻要重振这样的精神 而周欧部长潘文中则回应 现在并没有废弃 只是应该鼓励学子思辨跟实践 而至于学生这一端则出现了 素养周欧玉不是休克就有用的声音 现在在学校里面看到礼益廉耻 四个大字是越来越难了 但是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来说相当重要 如果我当总统抱歉我一定会挥护 大家要很清楚的品德教育的礼益廉耻 这四个词代表什么他有讲清楚吗 没有意义不需要耽误这一两堂课的时间 只要更小的时候开始上 对比较有 那你比较多小 国小 礼益廉耻教育几岁开始 是不是修一堂课就会有羞耻心 学生看法不一 但校园中又看到题字匾额 确实越来越不容易 难道是教育部曾经呼吁废弃 并不会去对这个来说 这个废弃或是什么素养跟能力 其实是对自从课程当中来事件 道侯友宜先生是对于教育现场的不了解 还是对于教育现场的老师们没有信心 教育部强调这素养学生应该发自本心 但侯友宜不止教育政策 被质疑网友加码很酸 落跑市长谈什么联强礼益 落跑然后跑去选总统 然后现在讲说教育大家要学礼益廉耻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今年度最好笑的一个笑话 礼益廉耻确实不是八股背诵 就有用应该是纳入全方位课程当中 选举当前教育政见再度成为选战攻防焦点 接着陈婷张佳麟台北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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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